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她已不是灵芝的丈夫 傅荣和灵芝曾经非常相爱 他们瞒住家人结婚 生下儿子傅锡周 傅荣却迫于父亲傅灵天的压力 为了家族利益 跟灵芝离婚 娶了姜淑宁 又生了另一个儿子傅云申 一场好门恩怨 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灵芝患上抑郁症 傅锡周在调查妈妈当年的事情时 发现灵芝最开始的诊断 并不是精神病 而只是抑郁症 后来傅灵天才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 至于灵芝为什么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究竟是真的病情严重了 还是傅家不想让她在外面惹麻烦 从剧情细节来看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首先 以傅灵天的为人 她压根不会在意灵芝的死活 更不会好心地去为她治病 其次 江树宁在跟傅灵天谈话时 也曾拿傅锡周妈妈的事要挟过她 这便说明傅灵天的确做了见不得光的事 不过在这里 我们且不管傅灵天做了什么 但是灵芝患上抑郁症这件事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傅蓉跟她的离婚 灵芝曾苦苦哀求傅蓉不要离婚 但是最终傅蓉还是离开了她 娶了别人 大概对灵芝来说 傅家对她最大的恩赐 就是让她的孩子进入了傅家 得以认祖鬼宗 因为她在疯了之后 嘴里还说住让傅蓉劝傅西周不要跟弟弟争 这样才能得以在傅家活下去 傅蓉跟灵芝的婚姻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看似是傅灵天 可实际上是傅蓉的没有担当和自私造成的 傅蓉承担不起自己在爱情和婚姻中的责任 没有能力说服父亲为自己的选择做主 就轻率地偷偷跟灵芝结婚 还生下了孩子 又不敢对抗父亲对她的逼迫 不得不抛下妻子和孩子 这才是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根源 傅蓉的无能与自私 灵芝在精神病院的那些日子 还一直等着傅蓉来看她 她神志不清到把自己的儿子认成傅蓉 却在听到傅蓉早死了这个消息时伤心落泪 南风之我意 傅蓉可以说自始至终是指出现在台词里的 她的剧情很少 却是整个悲剧的根源 可见 一个无能又自私的男人 有多么可怕 很多人把傅蓉的无能懦弱归咎于 她有一个霸道强势的父亲 没错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傅蓉天对待儿子的方式 是错的 在这样一个强硬的父亲面前 傅蓉的软弱似乎也就合理了起来 但我们忽略了一点 人的能力本就有大有小 人的性格也原本各不相同 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错 傅蓉可以无能 可以懦弱 但她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她无能又懦弱 却偏偏要做超出自己能力和掌控的事 既然不能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那她一开始就不该招惹灵芝 更不该跟她偷偷结婚生下孩子 如果她不这样做 至少就不会害了灵芝和傅希周 既然对抗不了父亲的安排 必须要跟江淑宁联姻 那她就该安安纷纷跟她过日子 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而不是生下孩子一走了之 让江淑宁恨她一辈子 也害得傅云生生患残疾 一个男人无能不可怕 怕的是无能还要逞能 在自己没能力面对和解决问题的时候 先去不顾后果的制造问题 到最后让别人买单 这就是赤裸裸的自私 傅容辜负了所有她身边的人 自己一走了之 被孕回来的时候已是阴阳两格 她遗留下来的问题 却影响了整个富家几代人 说她是全剧最自私的男人 一点都不为过 我从不认为 每个男人都必须强大到无所不能 你可以不强大 但你必须要有起码的责任和担当 若你承担不起这份责任和担当 那就请具备起码的善良 做到不去伤害别人 我能有自私的结果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害人害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